再带您看到日本北海道后则部丁前丁长 19号率领团队拜会寿风箱公所 这也是寿风箱第一次与日本城市交流 而寿风箱长曾淑一希望未来在青年交流 农业观光经济等面向能够有密切的合作 也欢迎日本的民众在疫情解封之后 选择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寿风箱 体验山海城乡之美 今年3月寿风箱与日本北海道后则部丁 坚素友好协定 四北海道近两年来 第六对地方城市地盲 而19号后则部丁前丁长设田政级率领团队 拜会寿风箱公所 乡长曾淑一带领公所同仁 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日本友人 我们这个农地都是过去日本人 帮我们规划很整齐 所以说过去日本人员 整理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好的一个农地跟踪 而且很有规划 所以那少之外 它从我们的主持会思理都讲说 一万八千人 过去是两万两千人 现在是一万七千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对我们的老子少之外 鼓励我们年轻人结婚生意 然后照顾我们的领导处 我们收乡的农业 跟我们后子不丁的农业 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我们有这个缘分能够结尾我们的结面会 是我们收乡的荣幸 那改天我们会来拜堂 可以去跟你们参观 然后立临资本 立临知道我们好不好 乡长曾熟义期待 透过与北海道后则不停友好交流活动 搭起台日友宜桥梁 未来在青少年交流农业观光经济等多面向密切合作 积极互访 带动两国城市交流热络与风气 记者刘明胜 寿风相报导